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是错呀 女助理迫不得已的跟着一群头刀男上了车 女助理被蒙上了双眼捆住了手 浑身不得动弹的呢 这奇怪的展开是在暗示着什么吗 看到女助理瑟瑟发抖的模样 狗蛋就说 啊小姐也别怕 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咱们保证就不会伤害你 事后狗蛋和伙伴按照约定 将女助理放在海边 啊 当警察赶来以后 什么线索和证据都没有找到 因为狗蛋一会儿实在是有点专业 趁有消毒水清除DNA的高超手法实在是有点让FBI发难 于是FBI的人将挖掘线索的重点放在了女助理身上 而狗蛋一行人回到自己的老窝里 抢起来的钱的确不少 扣去了任务抽成 扣去了七七八八的分红 最后剩下的钱 不多不多 四舍五入一个亿 按理来说计划很顺利 但是狗蛋却发现了一个隐患 那就是之前被当做人质的女助理居然就住在他们的隔壁 因为一起在车上待过一段时间 另外的几个同伙儿担心自己的特征被这个女助理寄了下来 狗蛋就表示 默默瓜心 这事儿让我来处理就行 交给我吧 保证把这个隐患处理的事服服帖帖 在又抢一行的分红荒天酒地之后 狗蛋就开始偷偷的去跟踪女助理 他看着女助理从公寓里走出来 走进了一家洗衣店 狗蛋装作偶遇的样子和女助理攀谈起来 女助理表示自己最近真的是倒霉透顶 走在路上都踩香蕉皮 上个班都能碰见抢银行的 狗蛋就顺水投中 让女助理跟自己出去喝一杯缓解一下心情 女助理就答应了这个邀请 两人在餐厅里畅谈了起来 狗蛋一边喝酒一边侃侃而谈 说着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工作 虽然都是随口胡搜来的 但是女助理是听得津津有味啊 到了晚上 两个人就在海边坐船兜方 女助理和狗蛋度过了浪漫又充实的一夜 而到了第二天 负责调查这起抢银行案件的人 约女助理出来吃饭 负责人调侃的说 这样就像约会一样 女助理认真的表示 她快要有喜欢的人了 到了晚上 狗蛋又约女助理出来见面 女助理终于忍不住 道出了自己的不幸 也就是前几天被当做人质 和一次性潜估钥匙的事 除此之外 他们下班路上都会碰见一个社会青年 每次看到他都会把酒瓶子扔过来 然后说一些粗鄙之语 狗蛋当时就听不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 带着锤子和面具叫上了小伙伴二狗 两个人来到了社会青年的家里 狗蛋是一马当先 抡起大锤 就是一顿烫揍 最后还不解气 用枪打断了这人的大腿 这才骂骂咧咧的走了 接下来的每天 狗蛋都在跟女助理约会 两个人不是在还原聊天 就是在餐厅里聊天 聊得那叫一个奇乐融融乐不思数 儿童和二狗也看不下去了 就偷偷的跑出来 看看两个人是如何撒狗粮的 二狗私底下叫住了狗蛋 说你自己说要处理的服服帖帖 可我看你自个儿忙活了半天 每天就跟着女的在扯蛋 你搞啥呀聊天就聊天 还扯这么多敏感话题 生怕他想不起来细节是不是 去FBI那边举报咱们呢 二狗表示 哎 马上就要有新的单子要来了 新的抢银行计划即将开机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呢 但狗蛋觉得现在风声紧掉死 现在这个时候还想搞大事情 怕不是要落得个直接端橘子的下场 然而狗蛋没能说服二狗 狗蛋只好参与进去新的抢银行计划 两个人坐着车 来到了运钞车停靠的地方 他们打运了看守的警卫 但却因为此时惊动了当地警察 还没来得及塞几代美钞 就跟赶来的警察展开了激烈的追逐阵 狗蛋一些人一边逃跑 一边用枪射击警察 中途还收回了一辆车用来拦住去路 终于从警察手中逃出生片 不过根据这次行动遗留的线索 FBI已经发现了狗蛋的真实身份 警察局的人把狗蛋靠向了手铐 带进了FBI的审讯室 负责而藐视 他敢用自己的老二发誓 狗蛋会被关数十年以上 并且会在监狱里帮人捡一辈子肥脏 然而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指定狗蛋还就是嫌疑人啊 狗蛋说 嗯还有啥要说的吗 没啥说的那我就溜了 然后狗蛋就真的溜了 从审讯室出来以后 狗蛋买了一个钻石项链送给女助理 此时的女助理厌倦了银行助理的生活 已经辞了职打算去当志愿工 嗯或者教师 女助理正在犹豫不决 该选哪个职业好的时候 狗蛋却说 去旅游吧 咱们随便找个地方旅游 随便哪里都行 你说去哪就去哪 因为有你的地方那都是家 女助理被感动到了呀 回到了家中 却看到了FBI的负责人从门口出来 她给女助理一顶名单 表示这上面就是当时绑架你的几个人 女助理一看 里边有三个不认识的一个人似的 那个认识的恰好正是在跟她谈情说爱的狗蛋 女助理感到一个晴空霹雳震重脑门 而狗蛋这边还沉浸在 可以和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旅行的喜悦 有了想要陪伴的人 这种危险工作就打算撒手不干了 狗蛋找到了好基友兼同事的二狗 说清楚自己要离开的事情 二狗好说胆说打进了感情牌 想让狗蛋留下来 但狗蛋的心意已决 表示自己的好兄弟哪有女人重要 他找到了自己命运上的上司那边 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也就是他现在就要筋盆洗手的情况 那上司老头不让狗蛋这么做呀 老头用女助理的生命要挟 如果狗蛋自己逃离团队 那就先准备好女助理的棺材再走 狗蛋担心女助理的安危 急忙来到他居住的家中 然而此时的女助理看狗蛋的眼光 已经完全变了个样 他十分的排斥狗蛋 特别是知道了狗蛋就是绑架自己的人以后 他觉得这段时间的狗蛋的接近 就只是为了监视他而已 然而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之内 狗蛋早已经产生了真感情 但女助理已经听不下去任何解释 他连一分钟解释的机会也不愿意给 直接把狗蛋赶出了门外 灰心丧气的狗蛋开始试毒精神恍惚 他坐在废弃的火车厢中 我对着空气开了一枪 经过一番思考 狗蛋最终为了女助理的安全着想 答应上司和二狗的要求 继续留在团队里工作 与此同时狗蛋撒下狠话 如果那个女人遭遇了什么不测 我会让你们两个当场去世 恰好最近又有一个地方需要抢劫 狗蛋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 但又放心不下女助理 于是去女助理的花园里去找她 但女助理还是对狗蛋的举止深恶痛绝 狗蛋说尽了好话 才得到了一分钟的解释机会 她真情流露 说自己是真地爱上了你 她这辈子最忘不掉的 就是对女助理的感情 而狗蛋现在要去忙了 让女助理稍等她一会儿 狗蛋和二狗要去抢劫一个亲户 两个人为此换上了警察的制服 骗过保安放下武器以后 就将他们靠了起来 两人迅速的装好了钱 来到和同伙交接的地方 但计划却被FBR识破 警方的火力早早的准备在门外 狗蛋的另外三个同伙 跟警方展开高强度的交火 其中一个同伴被闪光弹眩晕 然后当场去世 另外一个同伴为了掩护两人逃跑 开车冲出了门外 被射中脑壳再起不能 狗蛋和二狗换上了警察制服 暂时迷惑了警方 逃到了外面以后 二狗被FBR的人盯上 最终走投无路 死在了大街上 只剩下狗蛋一个人还活着了 狗蛋开着车 来到了女助理家的楼下 她打电话给女助理 说想见她最后一面 女助理表示可以 FBR的警察早已经埋伏在房间里 并且偷听这一场对话 狗蛋在楼下已经看出了 这是一个陷阱 但听到女助理说 我是真的想见你面时 狗蛋的脸上却不由地 浮现出一些安慰和幸福的表情 狗蛋表示 一小时候会在后院出现 到时候会合 警方为此早早地做好了埋伏 却被狗蛋放了个彻彻底底的鸽子 狗蛋没有再回头 她踏上了自己的旅途 她将要回到自己外婆的橘子园里 而她最后也没能再见女助理一面 女助理在未来的某一天 回到自己种花的地方 发现土壤底下被埋藏了什么东西 她挖开一看 是一个黑漆漆的包裹 包裹里是一大土的美金和一封信 信中是狗蛋长情的告白 虽然为时已晚 但信中的感情却字字真实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作为一部2010年就上映的电影 城中大道的特效 即使放在现在也很难找出瑕疵哦 而剧情上也是属于非常不错的类型 主角团的作案手法干脆直爽 简单粗暴的同时 又不是智商上的博业 又结合了爱情元素 可以说是远超了绝大部分犯罪电影的质量 是犯罪电影中的豪杰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追一下原著哦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美丽可爱一级棒的王婆 喜欢记得关注哦 爱你们哟 嗯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